第一个就是E-Date,向右拉,然后把蓝宽变为自动调蓝宽 再来就是这一个跟它是相差一天,所以把它A2加1 只是说问题是出在这个,如果将来产生的下一个储存格 它的上一个储存格跟它加一天如果不一样 这个地方应该要把它散,不能让它显示 那该怎么做,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把A2加1把它剪下,等一下可能会用到 我们用什么呢,用那个插入一个逻辑判断 所以第一个是用逻辑,逻辑判断什么 如果呢,我的上一个储存格,就这个储存格 它的月份,所以我们月份用曼斯,刮胡,然后指向它 我的这个储存格呢,它的月份部分,它现在回来应该是一,一月份 如果它的一月份的那个月份部分呢,跟它加一天之后不相等 所以我把它这个复制一下 刚刚一样嘛,就把它贴上,或者你重打A2加一天 这样就OK了 那打勾的话,因为月份一样 所以它并不会影响 OK 这个应该可以看得到吧 但如果说你,你说老师那可是我习惯用等号啊 如果它两个等于的话 那怎么办呢? 你就把上下颠倒放就好嘛 OK,不就这样 只是因为,为什么这样写?因为我这样感觉叙述 比较顺口啦 比较顺你的逻辑啦 所以有的时候,那个公式怎么写?有时候你要 自己顺着自己逻辑写,我觉得会比较 不容易写错 而且也比较容易理解 OK,所以如果它 这个上面这个储存格跟它加一了一天之后的那个月份部分 不相等的话 OK,所以这个叙述啦 那以后如果说你有一个逻辑,反正就类似一样嘛,你就把它转一下 不管是写 Excel的函数 或者写VBA的话 其实 都差不多 反正一定会有逻辑嘛,你就把那个逻辑转换一下 那其实这程式就可以写出来,然后公式就写出来 那为True的时候,为False的时候按确定 好,我们向下填满 当然这个应该没有影响 会有影响应该这里 放开 这个时候的话 他理论上已经帮你解决了下一个这个 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 但问题下面这个Value 它会有个紧开头,就是错误 错误讯息是说给我的Value 给我的应该是Value Value不对的话 那应该就是会有问题 这个Value 其实里面 为什么会 其实意思是跟你 你给我一个空的,为什么 Mence你给我一个空,那我怎么判断 有没有,Mence 上面 上面没有东西 OK 他意思是说 你是有问题吗 如果以后看到了 公式里面出现请之号 应该就是意思是跟你讲说 你有事吗 你有什么事吗 他有什么事 他会告诉你说 后面叙述了 这个指的是你给我错误的值 值就是资料 给我错误的资料 公式里面 或者常遇到像请NA NA就是 Not Available 常见就是Value 找不到的意思 OK 有问题 我找不到资料 怎么办 你自己处理 意思大概这样 或者什么 GEF也有了 常见 GEF就是Reference 找不到参考的资料 常见也许是你有定义名称之类 也会常常出或者 仅NA等等 类似像这些 那怎么办呢 如果有错误 其实我们前面有讲过 最简单的方法 把它过滤掉 只要有仅开头 你要把它过滤掉的话 还记得吧 我把公式剪下来 不保险等号 贴到有个 专门拿来过滤 错误的 就是if where 这个if where 就是如果你有仅开头的任何错误 你要怎么处理 如果有错误 不要让它显示 有没有 value if where 如果有错误的话 帮我变成没有东西 就是不要出现那个仅开头的讯息 给帮我过滤掉的意思 按确定 向右 向下 再向下 应该这个问题就不出现了 不过应该也是2月才会出 其他好像因为 都只有一天 所以其实主要我们应该 也是处理2月份的 所以其实2月份是最麻烦 如果刚刚那个你不会过滤的话 那可能就手动一下 是不是 那也可以啦 只是说 有的时候 也许不用专业叫我肩 但是事情 有时候总是会觉得好像 如果可以 更加完备 当然会更好 不要 常常都是得过且过的 心态 因为你这一次可以下一次还是这样 那你永远都是得过且过嘛 为什么不把它一劳永逸 所以像我的想法都是一劳永逸 尽量就是说你今天已经不会犯这个错误了 你以后呢就会轻松惬意了 就不会有在犯这个毛病了 OK 我的想法是这样 可能很多事情都一样 不管工作啦 不管生活也好 像为什么 会想要学城市 其实道理很简单 因为我想要过轻松一点的生活 因为可以 少花很多力气 可以多出很多时间 真的是我目前的生活写照 但是 细节我们就不多说啦 OK 反正我觉得真的改变是蛮大的 因为你的观念不一样 真的你的生活也会不一样 好 这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人生价值观 好 再来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就是 这个已经做完了 所以公司应该没问题吧 就这一串 那接下来我如果礼拜六礼拜天要不一样颜色的话 怎么办 以前的做法 你可能礼拜六a一个红色一个底色 哪里一个礼拜 六的话可能换一个 比如说它深色的字 浅色的绿色底 类似像这样 那当你做一个之后你可能每个都要慢慢再来过 所以比较快的方法 当然如果你要加快速度 第一个当然不怪会想到用VBA 可是VBA要写程式 那写程式的话你可能要 一个一个把 储存格检查一下 如果它是礼拜六 或者礼拜天的话 把它做对应的格式 不过这个好像比较难一点点 不写程式也可以办到的 我先把这个复原一下 Ctrl-Z OK 另外有一个就是可以用这个 不写程式的话你可以用新增规则 但是你 礼拜六一个你要新增一个规则 礼拜天又要一个规则 而且这个设定格式化条件 他有几个地方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就是怎么样 设定 他的规则 第一个 你要先告诉他你要格式化的范围在哪里 那我的范围是 帮我检查 A2一直到 Ctrl-Z 向右 向下 你就跟他讲说这个范围 是你要帮我检查的 好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你就 设定格式化条件 新增个规则 那规则里面的话呢 当然这边有很多啦 总共六种 哪一种才对呢 你会发现上面 上面五种 太阳春了 根本什么事都办不到 最重要是这一个 使用工资来决定 但是这个就是最难的 可是你要怎么样格式 特别是他有 编辑的部分 他有支援那个 E-Sale里面的函数 所以你就可以什么 等于 第1个 等于的话 这边应该是 有点像返还什么结果 Return 条件的话 跟他讲说 如果是weekday 这个有支援 E-Sale里面的函数 所以你这边可能要自己 但是他没有办法插入函数 你变成要自己打 可能要把这个函数记一下 weekday 接下来刮壶之后的话 你要给一个什么 给一个储存格 因为我们刚刚选这么范 特别说选范围是 指他全部检查 那这个刮壶后面的话 要告诉他说 从哪一个储存格开始 从A2开始 你就先帮我一个一个抓过来 抓过来做什么 检查 检查 他里面是不是 礼拜六 礼拜六应该是多少 1是礼拜天 7 意思就是说这个是他的逻辑 等号是丢到前面去 丢到前面意思是说他帮你接到这个结果 如果为True的时候 如果这个结果回来是True True的话就是 礼拜六的话 底下有个格式 你就把这个格式 字也许改成 换一个颜色 深绿色 填满也许 浅绿色 假设这样 OK 同一个色系的 你按个确定 不过按确定之前 我建议你把公式复制一下 为什么因为等一下礼拜一 把你礼拜天 按确定 全部OK 再做一个新增规则 一样到这边 把刚刚公式把它贴上 这边把它改成1 礼拜天 一样 填黄的好了 假设 字把它改成 红色字 按确定 再按确定 全部OK了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特别说 一 请记得 把你要检查的范围 先选起来 二 新增规则 三 使用公式来决定 OK 把公式加上去 设定 如果这个回来的结果为True的时候 那就格式底下的 如果为False 就什么事都不做的意思 应该可以看懂 而且这还蛮好用的 不是只有这边可以用 很多地方都可以这样用 而且非常的好用 它有点像帮你写好程式 就是你给一个范围 他帮你一个个 帮你检查 你只要跟他讲说 从哪一个出生隔开始 但未来你选的范围如果不是要 每个都检查 你可以跟他讲 我不要从 A2 我可以从其他范围 那个地方就是他开始检查的 起点出生隔 OK 应该可以懂那个逻辑吧 那这样的话按确定他就全部 礼拜 6 礼拜天 就全部OK了 再来如果你要把那个格式拿掉的话 记得你不能用什么清除格式 清除格式他可以 或者你要把底色拿掉的话 你不能说我无填满 这边不会理你 如果你要把它移掉的话 记得 这边要什么 清除规则 要从这边整张工作表 这样才恢复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 刚刚主要就是 两个重点 一个是 这个 if air 加一个 曼时 然后if if air 第2个 第2个的话就是 设定格式号条件 把它加上一个 那个公式 这一招 蛮管用的 很多地方其实如果你还不会写程式的话 其实 可以利用设定格式号条件 然后条件的话就是像week day或者是其他的 或者是说你未来假设 你是要几月份 你也可以曼时 A2 等于5 5月他就把5月全部都做格式号 不同格 你也可以用 这个这一招我觉得设定格式号条件 是 不用写程式却有好效果 的一招 所以还蛮推荐各位可以 把那个设定格式号新增规则里面的用公式来决定 要格式号哪些 这个部分可以 好好应用在工作上 因为蛮多地方如果你只要会有一个规则 他就会把你帮你把那个规则 的储存格资料 帮你把它做一些格式变化 黄的储存